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遍地都是名媛的网络上 这个甜甜小阿姨呢 靠着她就是搞笑的细精神粉 进行出了圈 经常呢就是出入各种高端的场所 这个出行呢 也是就是各地大牌穿在身上 自称就是京城第一名媛 这个甜甜小阿姨呢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作用就是百万粉丝的她呢 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牵权 侵犯别人的权利而翻车了 于是很多人呢 就是怀疑这个甜甜小阿姨这个身份背景 然后我们一起来就巴一巴她的背后的故事 这个甜甜小阿姨呢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阿姨 而是一个1993年的小姐姐 她一直自称就是北京名媛的代表 而从这个外表上看 这个甜甜小阿姨的形象呢 也非常的符合 在这个日常中呢 就是充满着各种奢侈品 这个衣服啊 包包之类的都是名牌 虽然这个生活富裕 但是她呢 并不是就是每天都是游手好闲 而去 而是这个专先学习蹦迪逛街 再一个就是喝下午茶 终于呢 她就坐上了这个京城第一名媛的宝座 而这个她呢 就是最喜欢去一些SKP 以及米其林餐厅之类的高级场所 但是她每次呢 出行都要先想好自己的角色 如果她穿这个奢华又气场呢 她就是纽约上东一个贵妇 如果穿的简单一点啊 就是毛衣啊 牛仔裤啊 那她就今天就是霸道总裁的小娇气 如果她穿上这个白色的斗篷披风呢 那她就是凯旋归来的财法千金 如果她身穿就是低调朴实啊 摘下这种口罩 戴着这个帽子啊 那她呢 今天就是收工后 要跟男朋友啊 去约会的密会的这样的女明星 即使呢 就是一身普通的衣服 都被她穿出满满有这种故事 这样的感觉 如果在这个咖啡厅的话呢 就是看书的话 那她呢 一定就是拿上一本 我爱学中文 哇 就是认为她今天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长居国外 现在就是在这个学习中国语言的 富家小姐姐ABC 号称就是第一名媛的甜甜的小阿姨呢 绝对就是拥有一个 有趣的灵魂的奇女子 各种沙雕这样的故事啊 发生在这个人全身上下 就是穿着名牌 那样的名媛身上呢 更就是显出有剧烈的反差的感觉 为了展示自己名媛的机制 她也干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声称呢 不吃应急水果 不穿应急衣服的甜甜名媛呢 在这个北京临下的这个天气里啊 穿着无袖的连衣裙 就是为了让人大家知道 她出行呢 就是有保姆车接送的人嘛 结果转身 她就是因为这个司机认错了自己 在这个电动车下呀 瑟瑟发抖取暖 还靠着这个电动车 这个挡风背取暖 看起来呀 说这个名媛呢 是有一定风险的 而她呢 不仅就是每天逛着这个最贵的街 还要蹦最贵的迪 就是为了蹦迪吧 更有就是试巨子卖 这个双就是方便的鞋子 还有就是脱了着穿 这个名媛呢 就是今天就是穿着这么贵的鞋吧 如此践踏也不先腾 这样的风格 更是就是在这个人权消费四位数高端夜店呀 就是跳的是不亦乐乎 而她呢 更是拥有这种双重灵魂 能在这种高贵的夜店呀 跳也能在这个路边呢 听嗨歌 这个跳着一个老年这个disc 但是这个人红就是是非多嘛 在这个甜甜小儿夜红了以后呢 有博主就开始申发他的这种资料 表示啊 他只是一个假的名媛 他有这么多 因为他这个这么有钱 因为那个线下呀 认识这个有钱人 然后变现的 看到有关于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嘛 他也就专门回应了整个事情 表示这个营销号造假呢 可谓就是无稽之谈 他从小就是这个家境环境的不差 在这个大学这个时间嘛 目前就是鼓励自己啊 开创这个公司创业 当时这个正好赶上这个好时候 自己就是挣了第一通街 在19年吧 开始就是决定解散自己的公司 玩这个短视频 不管是开公司还是拍摄短视频 田田小阿姨呢 就是表示 他的这个收入呢 是非常可观的 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视频呢 也不难发现 他的视频呢 也经常直播带货 而且啊 他带的货商品呢 也都是大牌 这个平价的东西 购买的人呢 也是不少 这个年入千万呢 都是非常轻轻松松的 由此可见 这个田田小阿姨呢 也真是真的有钱 人红是非多嘛 没想到这个号称 京城第一名媛的田田小阿姨呢 也有翻车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田田小阿姨呢 喜欢拍摄一些搞笑的段子 她呢 就是拍摄这个 如果你看到美女 假如你的闺蜜 这个男朋友 这个前女友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说 这个时候 这个田田小阿姨呢 开始对着这个图片 口吐方 翻放 这个时候 这个田田小阿姨呢 开始对着这个图片 口吐翻放 她就是为了维护闺蜜嘛 声称这个前女友啊 脚长腿细 家财必欲露 而这个身上穿的这个名牌呢 更像是假的 这闺蜜呢 就是满意了 但是这个照片 当时 这个当时人呢 就是不满意啊 因为整个视频中 这个前女友这个照片呢 是这个田田小阿姨 在这个网上随便找到的 当时她觉得这个照片 没有露脸 而且这个名字呢 还被她就码了 就就不涉及 牵犬问题嘛 所以她就根本没有 征求本人的同意 直接拿过来 就是用了之后呢 这个田田这个视频呢 被她这个版人看到了 而且这个女生 这个朋友啊 也知道这个照片是她的 就是给她带来了 很大的困扰 于是就是直接找了 这个田田小阿姨 当这个田田知道 这个事情以后呢 也第一时间给对方道歉 表示自己啊 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种侵权行为 之后呢 一定会积极改正 虽然很多人知道 这个田田小阿姨 这个段子 大多数是编的 但是用这个苏人照片 也引来了不少的正义 很多人就是因为 她说话的风格 喜欢她 不过也有很多人呢 因为这种风格 而吐槽她 除此之外呢 这个田田小阿姨呢 这个脸呢 也成为了大家攻击的对象 很多人就是说 田田小阿姨 这个鼻子 有一点这种变形了 一看呢 就是充满了高科技 不过这个田田小阿姨呢 也是爽快的承认 自己这个鼻子呢 已经做了七年多了 因为没有时间去修复嘛 变形也是非常正常 看来这个田田呢 确实这个思路清晰 对于自己的缺点呢 也毫不避讳 但是这个田田小阿姨 作为一个搞笑的名愿 其实有时候翻车 但是依旧不影响 他圈返无数 对于这样的网红 你是怎么看呢 请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